我在幫網友問一個問題 是網友GQQ33 他想要問亮鈴鐺說 目前國內多數人是希望維持現狀 甚至是偏獨立 就台獨華獨 如果你是總統的話 你會怎麼定調兩岸政策跟路線呢 哎唷 哎唷 這個 哇 郭正亮總統 沒有啦 郭正亮總統 沒有啦 我跟你講 民進黨願意接受個表 其實中國很難說話啦 現在問題就是 他剛才要講一句嘛 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是 互不亦死 再加一句 他現在 稱呼對他都說中國 他的口語啦 直接叫中國啦 台灣他就說台灣啦 他就是兩國了啦 這是他的口語 就用他去花蓮 視察部隊 他在說中國台灣 中國台灣 就是你這個人喔 心中沒有兩岸的民關係條例 其實蔡英文有喔 陳水扁也有 賴清德沒有 所以人家就會覺得 你怎麼會獨成這個樣子啦 不怪你也說你是台獨工作者 蔡英文會講中國啊也有啊 可是他三不五時又會轉到 對岸啊 兩岸 蔡總統講的比較軟啦 雖然用詞是 但他 他兩次講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互不隸屬是真的有講 有啊 但是他的那個 用詞不會那麼的直接 我跟你說啦 你如果問 最近TPP的作品調 那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64% 64%對 對不對 這個就是廢話 你這樣問當然大部分的人都贊成啦 因為他會聽成 中華民國是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嘛 這不是廢話嘛 重點是兩岸 是什麼關係嘛 你要這樣問嘛 他沒有問這堆堆堆啊 所以你如果這樣問 譬如說江啟臣 去世衛 人家就會問他 因為他要處理2758嘛 所以他回來就會被一堆人罵嘛 因為那個是在討論台灣的外交空間嘛 這一題就很難答嘛 人家就問他說 那個金子有夠夭壽的 濃江啟臣啊 你這個 台灣也沒有辦法參加WHA啊 所以你是不是覺得一宗課表沒用 哇 這麼猛啊 弄這個問題啊 怎麼會 這是什麼問題 現在沒有 現在沒有一宗課表 現在目前 我們的賴總統沒有要給你一宗課表啊 是啊 當然啊 沒有啦他是因為國民黨啊 啊 是啊 可是他不是 那他應該講說我們現在不能來 是因為我們現在沒有一宗課表啊 我一宲課表的時候就可以來了 他那個記者就是在挑戰說 你們國民黨一宲課表也沒有用啊 這人才有挑戰 那馬英九一宲課表那被你就有來啊 沒有一宲課表的時候就沒有來啊 所以你一宲課表沒有用 你要讓我們現在一宲課表 蔡總統 賴總統沒有講一宲課表 江啟臣就不是向你這樣回答 對啊這個有什麼好就馬上就可以回答啦 因為過去馬前總統是一宲課表 我知道 然後呢兩岸都是一宲課表的時候我們連續8年都來 那蔡總統不願意賴總統也不要 所以我們現在的狀態是確實到不了 那你問我說一宲課表有沒有用 賴總統講一宲課表之後 明年我們就知道有沒有用啦 對啊 果然起義來歸 沒有啦 等一下 那亮哥這到底要怎麼辦 因為其實很簡單 第一個 民調剛剛還有講那個 台灣民意集中還更高了 74%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互不利屬 74%支持 PPBS 至少不是綠的喔 沒有啦 你如果再講說中華民國有沒有主權喔 台灣多數人當然認為有嘛 可是那個T台問的是喔 就是他整句問因為我有看題目嘛 互不利 就是他在講那整段有沒有 中華民國的主權是所有中華民國的國民所有 他幾段有沒有 那我們沒有 所以所以呢 我們跟中華人民共和不一樣 所以中華民國中華有互不利屬 他是用他的 擴得他的舊子眼說的前後大 那大概二三十個字的全文 那你支持 就64%支持 關賽 那那個台灣民意集中也是問 你說賴清德如果 只有講這一段 那其他地方有帶到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然後用語不要用 中國 跟中華民國 對著講 或者中國 台灣這樣對著講 那他的調子就會跟蔡英文差不多 所以不是這句的 惹怒啦 你聽我的意思嗎 是整個文章的脈絡 讓人覺得 你心中完全沒有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是這個意思 其實我在講喔 我是中華民國 你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個並不表示我們沒有特殊關係 我也會跟你說我主權 我有主權啊 那你也有主權我們有爭辯嘛 重點是 你兩岸之間有沒有特別的關係嘛 你如果沒有特別的關係 就不用討論兩岸 你討論兩岸要做什麼 你只要討論要不要建交 要不要戰爭 他就是定調就是 希望和平共榮嘛 是兩國 我知道嘛 對然後不要戰爭 要和平共榮 你這就是推翻既有 全部的兩岸 但對方不願意嘛 剛剛今天禮拜三嘛 剛剛那個國財辦開記者會 朱鋒年講說 賴清德哪是什麼和平剁手 他是戰爭推手 他說是戰爭推手 你剛剛也有在學嗎 朱鋒年學的 還有點像 真的耶 這個很不法 因為國台辦很少 要開記者會還公告 對啊 說他今天要開記者會 所以今天 結果陸會會 戰爭推手 陸會會聽說也要開記者會啦 那陸會會主要是要釋放旅遊跟 陸生的善意啦 就說你現在來願意 對 那我們願意配合 就是雖然我們上面已經鬧翻了 可是旅遊你還不要來 這很難 許淑柏為什麼講說 他有好消息 他覺得六月 大陸的團客會來 我昨天看他這樣講我嚇一跳 現在已經在那邊 震驚了 許淑柏喔 我跟他很熟 他永遠都是 樂觀 他太樂觀了喔 沒有啦 他那個角色 大概都只能夠播放好的消息啦 我跟你說 這就想說 我去雪寶雲島 他放了一把火啦 對 回來之後說 雪寶我們來吃富寶喔 好嗎 你怎麼來 我不要啊 你跟我們都 火燒啊 你叫我自己吃飯 對 賴清德就是 在人家家裡點了一把火 然後回來說 習主席啊 來我們這裡吃 吃蝦仁炒飯啦 好不好 這平行宇宙 你講有一把火 在尋常說 我們台灣一把火是高麗瓮風唱的對不對 在大陸是廢翔唱的 我看那個什麼 為什麼 我不知道為什麼 繁花那時候演的嘛 他說一把火 那個是廢翔唱的 好那亮哥 既然是這樣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 互不隸屬 民調都六成七成 我知道 賴清德更不可能改口啦 所以兩岸就會變成這樣 對不對 我不是叫他改這句啦 他沒辦法改這句啦 你說其實 可是講這句大陸不會沒辦法 沒有啦 製造沒條啊 我跟你說 你說這樣子講的狀況之下 其他地方 論水入口就還是可以 全世界 外交 兩岸 不是民意決定的 我記得啦 我記得啦 你現在要問啊 你是不是希望台灣跟美國建交 報恩其他都說好 你做不到嘛 對 所以你這種民意調查有什麼意義 你問這個也一樣啊 說內心的講得好啊 問題是 大陸就是特不爽啊 你說你好 我就特不爽 我就軍演 就是這樣嘛 你認為軍演這個問題不要面對 對嘛 這比較合這個話高啊 或者叫兩岸 這個不是你送就好了嘛 你如果都你送那你可以講一些 你的理想最大理想詞啊 啊 什麼叫外交 或者是兩岸關係 就是有些話 放在心裡 你不一定要把它講出來嘛 然後在 小英是2021年國慶才講這句話 對 那為什麼他 2020年 就職演說不說這句 他兩次就職都沒有啦 2016 2020 國慶講 他為什麼會選擇國慶 那個時候已經 中華民國的生日嘛 就職是你當總統你的治國理念嘛 所以 人家怎麼理解 就職演說跟國慶演說的不同 你在國慶日 你在說中華民國的生日 中華民國當然 比中華民國更早誕生啊 當然有主權啊 所以你說這 人家是在那個脈絡下來理解你嘛 你說他大聰明 這不只合這政治智慧 啊你一股見見喔 拿來就職演說來講 那人家就會認定說這個就是你的治國理念啦 那你不是台獨是什麼 對 變這樣嘛 賴清德不知道這樣子嗎 賴清德如果 門口也不來 他會 知道群眾這樣對他不好嗎 你怎麼不知道 我怎麼知道 你問我這個 漢清德還是很堅定的 他認為 台灣中國一邊一國 這就是他的風險之處 他就是真實信徒嘛 很多事情就不是 真實信徒就可以完成了嘛 政治很複雜的啦 我的風險之處 大 各位 你們